德塞克巴萊的那个队语当中 塞德克巴萊的那个队语当中所说的话 我与其与其要叫怎么样 要人民的文明的代价是谦卑的什么 屈其我宁可选择野蛮的骄傲 我们不能够放弃台湾人的自尊跟尊严和骄傲 这才是我们共同奋斗的一个道理 好 我们听到这个宋楚瑜昨天讲这个话 我不晓得是不是很想把那个文明 面对文明的卑躬屈膝改成说 面对国民党的卑躬屈膝 因为因此我们宁愿选择野蛮的骄傲 我想对于宋楚瑜先生来说的话 当然在过去跟国民党之间 当然很多的一些问题还是存在的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说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如果说国民党的跟民进党 目前领先的差距不是很大的话 有没有可能呢 出现一个联署的时候 因为各党各派都去支持了宋楚瑜 反正投票不见得投给他 那联署的都去了 所以造成了哇百万联署的声势呢 我要请一下一下文杰 为什么民进党中央特别的三零无声 要求民进党的支持者不要去联署 我觉得宋楚瑜他的联署 大家在争论到底会有多少 但如果我看中时的民调的话 说10%的人表示一定会联署 那就是一趴的大概是12万票 他就是至少会有120万 至少会有120万 那但是这个里面他到底有多少的成分 是蓝轩刚才讲的是 其他各党各派进来的 那个真的不晓得 但是至少从我们民进党立场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热心的人士 真的是会去联署 他会热心到说他去帮宋楚瑜做联署 但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我们从这个中央党部的立场来讲 我们认为这是不太妥当的 因为其他政党的联署过程 不应该有任何其他政党介入 那民进党要胜选的话 我们认为是靠我们自己 不是说去靠这个 去拱一个第三者 对 去靠人家阵营的分裂 而且现在从民调看起来 似乎宋楚瑜的参选或不参选 对于这个蔡英文跟马英九的对决 似乎好像 冥想 各家的媒体做起来 各拉的都差不多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多拉一成左右 所以感觉起来 与其说你去参与别的政党的连署 然后被人家讲话 那倒不如就是完全不要介入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说 你要求他不要介入 但是他如果去介入 你会知道吗 他那个连署会不会有党籍在上面 不会吧 不会 不会 不会嘛 但我们只是说希望 就是说民进党的 特别是党员和地方干部这一层 就是说对别人的连署的事情 我们不要插手 不要去 不要去涉入 这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蔡英文 是不是这样精彩 我认为民进党中央这样的一个发言 言论本身是正确的 那么说理也是正确的 但是从政治运作来讲 这是很明显的 叫做预先制造不在场证明 以后有人是连署了 跟我党中央没有关系 你们会真的担心民进党能去 连署支持宋楚瑜一定会 因为你从民调上就看出来了 就是说至少穷有立场 我不要讲说谁的立场 我的分析上交叉来讲 从原来支持蔡英文的 然后有宋楚瑜先生下来 跑来支持宋楚瑜的 那一部分的人 我认为是什么 策略性的支持者 但是如果马英九的部分掉了 那就是真的 这个策略性支持者 有多少我们休息会回来讨论 会不会真的让他宋楚瑜呢 连署破百万呢 马上回来